华航以万名媳妇爱台湾为主题的三太子花车 今年又在美国洛杉矶花车游行中拿下国际首奖 这项比赛举办了121次 华航参赛24次以来总共拿了19次的国际大奖 华航又再度的得奖 我们觉得非常高兴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场场合 来表现不只是华航 也表现台湾 洛杉矶玫瑰花车游行 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 云旦当天阳光普照 大批群众围观一辆辆让人眼花缭乱的花车 今年中国也有两辆花车参加 闪歇旅游局推出与兵马俑共舞的花车 拿下了指导奖 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馆的花车 虽然找来陈龙和姚明坐镇 却没有得奖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了 那我们大家都需要 其实我觉得竞争法是好的 那么让我们需要更努力 今年的游行多彩多姿 有盲人乐一队 小狗玩雷滑梯 还有印第安马书队等精彩的表演 准备热热闹闹的迎接新的一年 中央社记者江金叶洛杉矶报道